這個消費券有點像政府跟媒體一起炒作出來的這種興奮感 但是興奮感可以啦 如果大家覺得就是說像煙火一樣大家快樂一陣子也可以啦 但是是蠻貴的啦 那你在使用這個消費券 大家這個都花完了以後 那你對經濟的貢獻在哪裡 失望 失望 那也不滿 我認為啦 他注定會失敗 如果光是要從國庫頒權來花消費券的話 那要這樣的馬流政府幹什麼 那我們來做就可以啦 也不用劉兆權來當院長 我就很會當院長啦 投開票所前面 再領那個消費券 這個跟我們民國五六十年前那個排隊在領麵粉的狀況都一模一樣 沒有排庫排款這實在是太不公平啦 郭台銘先生有需要這樣一張嗎 馬英九先生你有需要嗎 多一點智慧啦 我的意思是說實在是太沒有智慧啦 這個消費券其實是脫褲子放屁 其實是這個多此一舉 其實是只是為了不想讓社會大眾覺得說退稅才是正確的主張 全部這800多月通通增加在這個消費上的話 GDP的貢獻度只有0.6% 如果有一半真的用在消費的話就歐蜜豆腐啦 我們要求的就是直接發放現金 以目前消費券3600塊的額度 如果印刷成本節省起來的話 最少每一個人可以領到3800到4000元 民眾拿到現金的時候 他才有辦法做其他的應用 好比學費 政府應該要從善如流 用最有效 最具體 最簡單 最方便 馬上可以做的退稅的方案 而不要 西安的水杯 阿 阿 阿 感谢观看